暖儿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们的马可以启程了 萧天叶突然掀开帘子走进来 那受伤的人怎么办 欧阳暖问道 萧天叶道 你放心吧 轻伤的和我们一起先下山 然后会安排人手 来接应现在无法动弹的重伤者 欧阳暖点点头道 还有一件事 我得告诉你 这次山崩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有人囚禁了我 并且控制我的意识 要我来杀你 这些人 显然是来自南兆的 话还没说完 突然四周猛烈地震动起来 萧天叶快步走过来抱住欧阳暖 说道 快 走到空旷的地方去 欧阳暖来不及说话 随他一起向帐外跑去 而周围的震动 也越演越烈 地面猛然下陷 速度快到猝不及防 黑暗 已经瞬间吞没两人 不远处山里一处隐秘的宅院中 一名黑衣人跪在地上 恭敬道 二皇子 他们具已被豁埋 明弱的视线从墙壁上书画抬起 轻声道 我知道了 黑衣人偷偷抬眼看他 嘴角挂起一丝诡异的笑容 欧阳暖被萧天叶抱着重重摔下 因为有他垫在底下 并不算太疼 只是胸口闷痛一下 萧天叶刚开始一动不动 眼睫颤了颤 才疏然睁眼 血从他左臂紧袍上进出 连点红斑 触目惊心 无端的惶恐 从欧阳暖心头蔓延 他还没来即出口 便默然被他缓住 贴近他的身体 暖儿 你没事吧 轻微的声响 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到 莫名的安心 眨了眨眼 他正考虑要不要把他扶起来 一阵巨石的摩擦声轰隆响起 抬眸 他们不远处 正有一堵山石快速降落下来 下一秒 却听到一声闷响从脚下传来 紧接着 脚下的大地 在一瞬间突然崩塌 明弱这一回 明显是想要了他们的性命啊 欧阳暖下意识护住萧天叶 原本的一线光亮再次消失 欧阳暖醒过来时 已经是两个时辰之后了 却已不再是黑暗漆黑的地底下 那个人 正背着他 在雪地上 大片大片的雪花 随着冷冽的寒风扑到人脸上 打得人睁不开眼睛 欧阳暖睁了睁 你 山谷里的雪积得相当厚 萧天叶每迈出一步 靴子都会深深地陷入松软的雪中 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孤零零印在白矮矮的雪地上 萧天叶下意识拖了拖他的身体 欧阳暖脸一红 安静了片刻 忽然很低地声音道 放我下来 等找到安全的地方 我就把你放下来 萧天叶低声道 他的左臂受了伤 没有办法再抱着他 只能背着他 欧阳暖动了动 只觉右腿一阵剧痛 我的腿 应该是刚才被石头压住了 不要紧 等我们回去再找大夫医治 这是哪里 欧阳暖私下看了看 似乎已经不是刚才他们所在的地方了 第一次石块压下来是 我们只是被压在帐篷下面 但是刚才又发生了山崩 似乎整块山路都坍塌了 萧天叶轻描淡写地说着 显然不想让欧阳暖过分担心 不知道洪玉他们怎么样 欧阳暖醋眉 事发是 他们在外面 情况应该比我们好得多 只不过 这山崩是人为用炸药造成的 目的是想要我们的性命 所以还会不会再发生山崩 就很难说了 萧天叶像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似的 欧阳暖不说话了 他隐约觉得 明若可能没有心情来确认 他们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因为他走时 送了他一件小礼物 下意识看了眼自己的戒指 他眨了眨眼 明若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先向你收点利息而已 房间里 明若正看着壁画上的诗句 刚才有一只信鸽飞来 他从看了信鸽带来的密信后 就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黑衣人谨慎地看着他 说道 二皇子 似乎是第一波炸药引发了连串的山崩 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是不是 全部撤出我们的人 明若忽然回身 冷冷看着他道 谁让你自作主张 黑衣人面色一变 明若又立声道 这里还轮不到你做决定 黑衣人不敢说话了 垂下头来 明若又问道 你确定 主杖被巨石压住了 黑衣人吱吱呜呜地道 这个 属下不敢说 明若冷眼看着他 刷地从墙上拔出宝剑 指着他 逼问道 你一直在我身边 有十年了吧 黑衣人 黑衣人忐忑地望着他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 明若冷笑一声 将剑筋贴近他的鼻尖说道 我大哥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要将我的一举一动全都汇报给他 你是觉得我不会杀你 黑衣人大吃一惊 二皇子 属下不敢背叛你啊 话还没说完 明若已经狠狠一剑刺了出去 剑瞬间穿透黑衣人的胸膛 一股鲜血喷出来 剑在明若的手和脸上 黑衣人瞪大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瞬间歪头倒下 一滴血从明若小指尖落下 滴在他的脚尖前 他冷冷望着黑衣人的尸体 他刚刚得到消息 这个人跟了自己十年 可是如今却背叛了他 投靠了他的大哥 想来也是 萧天叶是五十万军队的统帅 军中多是秦王旧部 跟随他的死忠派 他的死讯一传出去 萧领风很有可能迫于压力 必须追查到底 若是他到时候带着五十万军队 调转枪头对付南昭 那么大皇子就会将自己作为凶手 交出去以时安抚 大皇子真是一箭双雕啊 明若冷笑一声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下令封山 一定要找到萧天叶和欧阳暖 话刚说了一半 明若突然觉得右手食指一阵剧痛 他下意识看了眼 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整个食指都已经发黑了 而且这股黑气还在不断向上蔓延 他惊骇莫名 旁边其他随从立刻惊呼道 二皇子 您怎么了 明若毕竟是心狠手辣之徒 电光火时间 他立刻做出决定 刷的一声 见光闪过 一只发黑的食指顿在地上 血流满地 食指连心 他几乎痛得死去 脸上已经变得比纸还要白 随从立刻飞奔出去 取来药箱替他包扎上 明若气息微弱 然而他的目光却如剑语一般 射向墙壁的书画 欧阳暖 竟然是你 我对你下药 你这么快就还给我了 还害得我断了一根手指 好啊 果然是个狠角色 欧阳暖的戒指是林远新送来的 用于紧急时刻 这戒指和一般戒指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一样 机关在于戒指有两层 底层常有毒药 上层却是空的 中间有一小孔 平时断割 只要一旋转戒指 中间小孔打开 就可以流出毒药 这本身是用于防身的 可欧阳暖却刻意在墙壁上涂抹了毒药 这毒药若是从咽喉入 不过片刻就会丧命 若是接触到皮肤上 也会不断蔓延让人身体腐烂 欧阳暖算准了明若会好奇 也算准了他会用手去触碰 当然 更算准了明若会壮士断腕 其实这也是明若幸运 若非他突然动怒杀人 毒性不会蔓延得这么快 只会在不知不觉间 毁掉他的半条手臂 而非只是一根手指这么简单了 旁边的随从们看得面面相去 他们没想到 一直被限制行动的永安郡主 居然还有这样狠辣的手段 在后面等着他们的主子 这才是真正的现世报啊 而这时候被他们诅咒的欧阳暖 也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境 因为他们发现 原先所在的山地整个都坍塌了 他们也坠入了不知深处何处的山崖下 一路上断断续续见到不少人 却都已经没了气息 你放下我吧 我可以自己走 欧阳暖察觉到 萧天叶力气不济 脚步有些微的亮巧 他原本就不眠不休地寻找它 后来又被刺伤了 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过 欧阳暖虽然告诉自己不要内疚 可毕竟心肠也不是铁做的 没关系 萧天叶轻轻笑了下 随后 有些吃痛的舔了舔 已经被寒风吹得裂出血口的嘴唇 却很是固执地不肯放下欧阳暖 欧阳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没错 是萧天叶把自己逼到这个惨兮兮的地步 可如今 他却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若是现在他这么丢下他 谁也不会说他什么 毕竟只有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一路风雪里亮腔前行 渐渐走到身壁之下 萧天叶突然停住脚步 仔细打量一番 才发现 一个入口不大的山洞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萧天叶眼里闪过一丝光彩 欧阳暖轻轻点了点头 好 两人都没有多余的力气再说话了 山洞里面温度比外面高 一进去就感觉暖和了许多 欧阳暖闭了闭眼 随后才睁开 慢慢地 眼睛开始适应山洞里昏暗的光线 这个山洞入口虽小 但里面却还算宽敞 足够容纳好几个人了 萧天叶轻轻把欧阳暖放在一块空地上 随后重重咳嗽一声 这咳嗽声在寂静的空间里听起来特别清晰 把他吓了一跳 心莫名地抖了抖 你没事吧 萧天叶只是笑了笑 一双眼睛亮亮地看着他 暖儿 你是在关心我吗 欧阳暖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 萧天叶眼里的光彩越来越盛 他像平常一样笑了笑 说道 别担心 我去找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说完 他快步向山洞外走去 不知道等了多久 洞口突然一亮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 萧天叶拍了拍身上的雪片 走了进来 还有活着的人吗 欧阳暖紧张地看着他 萧天叶沉默片刻 猜到 没有了 这时 萧天叶突然一惊 说道 你的伤口裂开了 他快步走过来 要脱下欧阳暖的鞋子 他按住他的手 缓慢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的 萧天叶轻轻摇了摇头 用低柔却十分坚定的声音 说道 让我看一看 他退下他的鞋子 却看到那道伤口 从脚一直蔓延到小腿 很长很长的一道血口子 顿时眼前发红 他却露出看起来很轻松的微笑 说道 不用怕 没事的 随后他快速撕开自己的衣袍 替他重新包扎 伤口很痛 没有药 只能先止血 小天叶一边包扎 一边轻声的 刚才一路走过来 我数过和我们一起掉下来的人 一共是四十五个 说明上面还有很多活着的人 他们会来寻找我们的 随后 他取出一只火折子 枯枝上都是有血珠子的 所以费了很久时间 才终于把火生起来 火堆虽然很小 但却也烧出了一股暖意 小天叶从一旁找出一个行军水囊 看着欧阳暖诧异的神情 他笑了笑 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小天叶把水囊凑到他的嘴边轻声的 我已经与血水擦干净了 欧阳暖并不渴 所以只是摇摇头 小天叶以为他是闲脏 刚张了张嘴 但刚一开口 就低咳起来 欧阳暖看到他左臂上又站裂开的伤口 眉目间神情变得温柔起来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小天叶也望着他 眉目间慢慢流淌出一丝惊讶 在他的印象中 欧阳暖从未如此温柔过 怎么了 欧阳暖见他像是在发愣一般 不由问道 小天叶忽然清醒过来 露出一种慌乱的神情 因为没有人说话 山洞里一下变得沉默起来 欧阳暖安静了半晌 神情复杂地盯着男人看了好半天 才慢慢跟哑着声音小声说道 你 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趁着他们还没有找来 好久不见 啊 哎 不容易 你们试试对 呗